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周开始 近些近三个星期的中超联赛 本周末重燃战火 进入第15轮的交锋 经过短暂的调整 目前战略第8的武汉三镇 在本月3号就集结备战联赛 本周三 俱乐部再次举行球迷开放日 不少中式粉丝前往光谷基地 近距离观看了一堂生动的训练课 和球场偶像零距离接触 中超第14轮结束之后 主教练李卡多给队员们放了八天假 本月初 蓝衣军团重新集结备战下半段联赛 在储备体能的同时 西班牙人也在继续打磨球队的激战术 12号下午 俱乐部举行了本赛季第二次球迷开放日 虽然酷暑降临 但这丝毫阻挡不了球迷们的热情 大家早早地就来到光谷基地 等待和球队临近距离的接触 当李卡多带着球员们出现时 受到了现场球迷的热烈欢迎 训练课上 球队根据教练组的安排进行了热身 攻防演练 分组对抗等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正再加上集中训练 无论主教练还是队员都表示收获不小 最近的话还是装得很不错的 因为假期之前是赛季非常的密集 然后呢球员的话不管是身心 都还是比较疲惫 也通过这段的调整得到了一个恢复 现在的话球员有更充沛的体力 然后就是思想这一块也没有那么的紧张 球员训练都是非常不错的 质量很高 前几场就是连那个时间比较短 然后赛程比较密集 然后大家有点伤病 然后经验系 然后我们有很多伤病回归 然后对我们整个教练人员的布置 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我觉得现在通过训练 然后大家模合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就是下半赛季应该会越来越好吧 周三的训练 江志鹏因为眼睛发炎并未出现在训练场 陶强龙请假参加考试同样缺席 罗马里奥巴尔德以及刘殿座 则是因为国家队比赛将稍晚归队 之前大家比较关心的商号达尼洛 则是在场边和另外两名 有轻伤的年轻队员做着恢复训练 虽然天气炎热 但球员们在训练中始终保持高度专注 这让球迷们感受到了球队的毅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希望就是俱乐部能够多多组织这种活动 让我们球迷真的是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球员 感觉他们平常训练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 然后包括主教练对于咱们整体的战术 都有一定都有很明确的这个规划 球迷爱好者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大家 所以说就希望戴三者能够越战越强越战越好 球队的前进也离不开球迷的大力支持 训练结束后主教练和队员们也在场边长时间铸留 一一满足大家的签名合影需求 他们也表达了对球迷们的感谢 很感谢球迷吧 因为每一场比赛球迷都为我们的呐喊为我们加油 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表现来回归他们 非常感谢这个武汉的球迷今天能够到达现场 给我们的球员加油呐喊 其实每一次的话在客场也好 在机场也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所以说我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年的努力 给这个球迷带来更多的快乐 前14轮战霸 武汉三镇四胜三平即15分 位列中超第八 本周日晚8点 三镇将做客青岛 迎战青岛西海岸 正式开始联赛下半段的征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下轮定 欢迎战青岛 请不吝点赞 下转 下转地方 请不吝点赞 下转场